对于台湾自由时报就报导指 肖曼祥所属的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 是用钱买到会员的会籍 以及得到肖曼祥在论坛上面 坐到第一排的礼遇等等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就说 这些是无稽之谈 还指责部分的台湾记者 是乱敢炒作新闻的 我觉得是荒唐到极点 如果媒体对这些问题的炒作 炒作到这样的低水平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我过去听说是台湾某些媒体的话 水平比较差 如果是炒成这个样子的话 我想以后台湾的媒体 如何面对国际社会 如何成为有信任的这样一个媒体 是你们把它提出来 就说明这个事情你有影响了 有影响就快要一起把它 把它这种影响力把它拿掉 哪怕是一家 因为一家都会炒作起来 里边因为是少数 有些烂的消息 就是一两家媒体炒出来的